回答這個油價相關的問題 Checkroom有朋友問 他說油價逼近80美元 這樣是不是要入三桶油呢? 如果是你會建議他怎樣選股 其實市場上面 由九月頭開始 很多市場已經說 報友會見80元 你當報友真的見80元的時候 你才去買 那就變相地會有高追風險 這個道理就是 你這些水平剛剛追956 追一些市場風險 有機會涉及風險 涉及風險的相關股份上面 不要說不行的 你要買這些 那些直播率不吸引 只會面對著這件事 但是因為市場整個石油需求 是有下游退動的 是真的說成本油有需求在 汽油等等那方面 有缺口在 你天然氣上的需求 857元是相對比較受惠 我覺得你要追追857元 是直播率比較吸引 803元就是近期 你說回A的因素 衝上力 8.6元更加不抵搏 如果你強行去追 都是同樣道理 10天線 3.75元這些水平造子洩位 你會跌跌8.57元 但要看多少 我想看看能不能突破4元的異阻力位 是 破到的話就看4.2元這些位 是 好的 感谢观看